厨艺大比拼,小猪当评委,猫院长凭真情获胜 自从上次照顾完五只小鸭子后,猫院长就失业了 于是参加城中厨艺大赛 他的对手是小狗,餐厅大厨和一只小鹦鹉 这三角猫的厨艺,怎么看都不可能夺得冠军 首先有请今天的评委,是一只可爱的小猪 接下来烹饪开始,猫院长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跌下灶台,被扣了分 第一个做好的是大厨 结果小猪对他的作品并不满意,因此也被扣分 拿出牛奶,院长制作了一道奶牛鱼 评委品尝之后,嫌弃的丢进垃圾桶 这季的参赛人员质量也太差了 当小狗展示自己的厨艺,猪评委吃得很开心 第二道菜要制作的是寿司 院长一脸无辜的把鱼放进盘子里 大厨却怎么也包不好紫菜皮 小狗满脸都是你,鹦鹉手忙脚乱,忙个不停 时间到,评委开始审核作品 但没有一个满意的,大家都被扣分 最后是要制作生日蛋糕 每个人都施展浑身解数 猫院长为评委写了一封信 对方感动得流泪 最终他凭借真情获得胜利 对方感动得流泪 对方感动得流泪 对方感动得流泪